平東縣專事公會的理事長 黃昂翔 華理事長 為我們自主歡迎職 請各位這位掌聲歡迎 黃昂翔理事長 馬光的尖叫聲 東大馬光我聽不到我們的尖叫聲 太小聲 再一次 黃昂翔理事長 健保局 李丁副理 然後潮州國小王校長 然後平東社會科科科長 然後潮州里長聯誼會 趙會長 李執行長 然後各位貴賓大家好 我是平東縣市公會理事長黃昂翔 也是我們高高屏中職會的主任委員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 我們又來到一年一度中醫藥博覽會 那其實 我們高屏中醫藥博覽會 已經有九年的歷史了 是由高雄市高雄縣還有屏東縣 三個縣市的中醫工會 輪流來主辦 那其實在屏 兩次屏東縣 舉辦的都是在我們屏東市文化中心的地方 那剛剛主持人有介紹了 我們賴龍顯賴醫師 他也是新農禮的禮長 就一直希望說 今年的中國博覽會可以在潮州舉辦 那鴻鎮展也一直大力支持 那我們就從善如流 今年的中國博覽會就在潮州舉辦 那其實 在這幾年來 我們在舉辦中醫藥博覽會 最重要是要跟大家 鄉親宣導 中醫跟中藥 他的好處跟優點 那其實在這幾年 我們看到台灣的平均壽命一直在提高 最近我們了解 平均壽命是差不多在八十歲 女的差不多有八十二 男的也有七十八歲 那其實我覺得 會有這樣 壽命一直在提高 其實有幾個原因 當然我覺得 第一個應該是 我們擁有全世界最好的老保 所以我們真的很感謝 大家 很多世界上的領袖 都非常羨慕台灣有一個老保 民眾可以用很少的金額 就可以看到很方便的 可以看到一些疾病 所以大部分的壽命可以延長 那當然我們可以了解 就是說 現在的民眾也會來 越來越重視 他的健康養生 那我們也就是要透過這個中醫博覽會 來告訴大家 中醫還有中藥他的好處 那其實今天也蠻熱的 我就不多言了 那就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 試試努力 謝謝